天然沙到底是什么 它对台湾真的很重要吗 今天中国商务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决定暂停天然沙对台湾的出口 相关措施自2022年8月3日起实施 这也意味着台湾的天然沙将面临有价无事的情况 那么台湾天然沙的需求大不大 出口到台湾的天然沙有哪些用途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大陆新闻上说 由于芯片的原料是硅片 硅片原料则是天然沙 台湾天然沙进口量90%以上来自于大陆 而台湾芯片占台湾2021年出口额的34.8% 所以台湾天然沙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比如台积电之类的一些企业影响就会很大 然而是这样吗 小周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所谓天然沙是由自然条件作用 主要是岩石分化而形成的 颗粒在5毫米以下的岩石颗粒 称为天然沙 人工沙是石头粉末形成的 天然沙经过水冲河洗 所以手感比较细腻 这应该是指的河沙 当然还有山沙和海沙 目前根据查阅网络的公开资料 和一些台湾主要媒体的报道 情况了解如下 台湾的进口大陆沙石主要为机制沙 为矿山开采取得 与河床开采的天然沙并不相同 这里的观点主要侧重于有利于台湾方面的说法 跟大陆完全是不一样的 大陆认为限制台湾的就是天然沙 至于限制的哪家公司到底体量有多少呢 我们也不知道 小周尝了一下也没找到 台湾某日报发文说 台湾用沙最多的是玉瓣混凝土从业者 规模最大的是建材实业 台泥及亚泥 也都有玉瓣混凝土实业 其中台泥亚泥所需要的沙石 主要由台湾东部供应 台湾的沙石来源有多处 中南部地区的沙石来源于台湾本地开采的天然沙 中立以北的沙石 有一半来自于福建 另外四成来自于台湾的东部 一成才来自于北部自行的供应 台湾过去曾想从福建进口天然沙 大陆虽然有开放 但是台湾厂商经常面临高价也抢不到货源的情形 因此现在已经很少自大陆进口天然沙了 台湾目前自大陆进口的陆沙为机制沙 上不清楚大陆暂停出口到台湾的天然沙定义为何 但是若大陆扩大限制陆沙来台 仍然有机会从台湾其他地区填补市场需求 大陆则不同意词观点 大家基本都是各执一词 我个人觉得这种事情是两败俱伤的事情 对谁发展都不利 为什么呢 我们暂且不考虑到底天然沙是不是台湾进口的比较多 不管是什么沙 只要有受到影响的从业者 那就是多出来的麻烦 对行业发展不利 今天大陆少部分网友热议 说台积电难受了 认为暂停天然沙对台湾的出口 不仅是对芯片产生影响了 对建筑业也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而我认为 这到底有没有冲击呢 不是嘴上说说的 要看实际的结果才行 我们可以先推理一下 当然也不一定准确 大家也可以各输己见 芯片是由金属连线和基于半导体材料的晶体管组成的 芯片制作完成过程 包括芯片设计 芯片制作 封装制作 成本测试等几个环节 其中芯片制作过程尤为复杂 晶圆的成分是硅 硅是由石英砂所提炼出来的 晶圆便是硅元素加以提纯99.999% 接着将这些纯硅制成硅晶棒 成为制造集成电路的石英半导体材料 将其切片就是芯片制作具体所需要的晶圆 那么纯度较好的石英砂到底是机制的呢 还是天然的呢 当然是天然的更好 成本更低 但获得不容易 为啥呢 因为纯度较高的石英砂都被美国的游民泥 挪威TQC以及石英股份三家大公司垄断 那么很显然不用查资料了 台积电的高纯度石英砂如果要用的话 那这三家肯定跑不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 台积电的原材料石英砂都是进口来自哪里呢 我想背一会的功夫您就能明白了 也能很清楚的知道 中国大陆向台湾禁止出口天然砂 对芯片行业影响大不大了 芯片制造从底片开始 从二氧化硅 也就是砂子中可以还原出晶硅体 经过脱氧后的筛子 再通过多次的净化 得到可以用来制作半导体质量的硅 并切割可以产出晶圆的硅片 过程复杂 6000多的工序太多了 小周也不是特别懂 但是至少知道天然砂的复杂性 跟机制砂比起来还是有区别的 具体限制向台湾出口到底有没有影响 专业的问题应该留给专业的人去深度解读 咱们再来看一下天然砂的分类 以及其他范围的应用 天然砂主要为山砂 海砂 广泛应用于玻璃 铸造 陶瓷 及耐火材料 野炼硅铁 野金 建筑 化工 塑料 橡胶 磨料 及绿料 等工业 天然石英砂中的山砂属于比较优质的石英砂 所以其本身具有较多的优点和特性 硬度高 笔重大 棱角小 颗粒均匀 颜色自然等等 凭着这些天然的优势 山砂也被专门作为制作体育运动场馆的草坪之用 台湾很多院校的体育馆都使用这种草坪 石英砂是现代田径场 足球场 高尔夫球场 人造场地使用的理想材料 不过这些问题都不大 可以代替的砂子还有很多 第二我们来看一下海砂 因为海砂与山砂材料本身特性不同 所以两者被使用的行业也不一样 海砂是机械铸造型砂的主要原料 可制成喷砂 岩砂磨纸 砂纸 砂布等研磨材料 用来清砂除锈 除氧化皮处理陶瓷及耐火材料瓷器的配料和诱料 同时也可以作为窑炉中所用的高硅砖 普通硅砖 碳化硅等原材料和冶金硅金属 硅铁合金的原料或者添加剂溶剂 再来看一下合砂 合砂就是大家生活中建的水泥标准砂 有看过家里建房子 或者有去过建筑工地等场所的人们 都应该了解这种材料 是建筑 混凝土 胶凝材料 注入材料 人造大理石等材料的主要原料 除此之外 合砂还常被用于 铸造 锅造 锅造机 冶金 热处理 钢结构 架结构 集装箱 船舶 修造 桥梁 矿山等领域 清砂 除锈 强化 成型 消除硬力 及各种材料的表面清理和涂装等工作 这些所有的沙子对台湾来说 短时间到底影响大不大 我想还需要时间等待从业者的反馈 那才是最真实的 大家网上看看就可以了 也包含我的视频 不要过度的钻牛角尖 该干嘛的咱们还得干嘛 好了 我是小周 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